我们主要是讲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神经网络的基本结构 还有它的那些什么那个 就是BP算法是怎么一个 主要一个什么的思路 那么就是这一节课呢 就是我想讲一下就是说这本书的这个 就是这本书就是说这个深入学习这个书 我想讲一下它这个深入学习的政治化 这个这一章 那么这一章就说 我读了 我自己是读了几遍 我觉得它里头讲的东西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来看看这里头 因为它这个政治化里头 它有很多这种 就是实践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 那么就是这个政治化呢 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也大致说个 说个这个就是这个经济学习里头 对吧或者统计里头 实际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 或者核心的一个思路就是政治化 那么简单的说呢 政治化我们可以看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有一个目标函数对吧 就是说这个假设这个是J 这个这个θ 然后这个x是我的这个输入数据 这个y呢是我的是什么 是我的这个输出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这个los对吧 los函数 那么我现在是要估计这个θ对吧 估计这个θ 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化就是什么 就是我对这个θ这个参数呢 我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加上某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政治化项 就是说这一项呢可以称为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政治化项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los 就是我这个los函数 那么这个是个政治化函数 那么整个这一项就是合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什么 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问题的这个目标函数对吧 就定义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关键是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 那么就是在我们实际网络的这个里头的时候 这个就是什么 之前我们说了这个 比如用交叉商或者用什么去定义的对吧 然后对这个参数呢 就是说我我这个每一层的这个全值 这个全值这个就是我把它所有看的是一个θ 对吧 θ呢我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一个政治化 那么这个做法呢 就是说就是我们标准的一个做法呢 一般就是就对什么 对它做一个什么 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L番数 就是LP这个LOMO 这个这样子一个一个定义 对吧 就这样子一个LT定义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给这个LR这个政治化 那么到底是个什么回事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就是我现在是定义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Amiga Theta是等于什么呢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Amiga Theta就是 对吧 这个Theta就是我的这个全值 这个全值 但是我们再说一下子 就是说 就是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每一层 就是说每一层我们不是什么 就是每一层我们是比如这个输入 对吧 X 然后我这个什么 我有一个W 对吧 然后加上一个B 加上一个B 实际上就是说 我这个参数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有两部分组成 对吧 一个是W 一个是B 这个B呢 是我的这个偏字项 这个W就是我的这个那个 这个对吧 参数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什么 就是说整个所有的机器学习问题 或者统计学习问题的话 就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对这个B呢 我是不给约束的 就是这个B我是不给约束的 我自给什么 我自给这个W给约束 自给这个W给约束 那么那么所以说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 就是比如我现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假设现在我这个B了 我就不考虑它 对吧 我假设这个B就等于0 对吧 我就把这个问题为了简化 就B不等于0 就等于0 那么就现在只考虑这个W 就是说你像SV嘛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说它对这个东西是不给予正值化 对吧 就只给这个正值化 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东西是不能随便扔掉的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有时候你把这个B就直接让它给0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就效果就不是那么好 或者一种刚才一种做法就是说我把整个这个X扩充 对吧 X1这样子做完了 整个把它再搞成一个这个合在一起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给正值化 如果整个给正值化的话 实际上不如什么 不如只给一个给正值化 效果好 是吧 所以说一般的话就说我是不给它 只给它了 就是说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讨论 就是我这个问题讨论呢 我就是为了简单 对吧 我就现在就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我现在考虑第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LR这个范数 这个正值化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考虑我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这个J 这个W 这个XW 就等于这个什么 就是二分之这个Alpha 这个W的这个卷字 就是这个二番数 对吧 加上这个JW 这个XY 就这是我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考虑的是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问题 解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 就是来求这个问题的最小和求整个这个问题的这个 这个最小 它们之间的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关系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我们来确实来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来看看这个 那么如果求那样子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求这个什么 这个它的这个梯度 对吧 这个梯度 这个W 这个W 这个X 这个Y 这个是Y 就求这个梯度 那么这个梯度的话 第一项就是说是这个Alpha 这个W 是吧 然后第二项就是Delta的这个J 这个W 这个X 这个W 这个XY 这个东西 对吧 那如果我是用这个梯度 就是说这个梯度方法去解的话 那么就说这个W呢 实际上我是负于什么 这个W 加上这个 就减去一个什么 全值 对吧 然后整个这个 这个是我的梯度 对吧 就是Alpha W 加上这个Delta 这个J W 这个XY 就是这个 就是整个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就是W 这个应该是I 对吧 或者这个是E吧 E减去这个 E减去这个 这个Alpha 这个W 就把这个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后头一项 这个是E 这个Delta 这个 这个XY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整个这个得出了 这个迭代式子 实际上是 就是说这个W是什么 是这样子来迭代 对吧 是通过这样子一个迭代 那么这个迭代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说 我加了这一项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有一个 就是说我每迭代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 上一次的这个东西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收索 做了一个收索 对吧 就减去这个 E不成了Alpha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式子一般 就是说这个 这个Alpha 对吧 整个这个 就对这个 成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系数 对吧 让这个 做了一个收索 然后再什么 再按照这个T度方向 往前走 对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子 一个迭代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想分析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这样子来做 对吧 来和 求这个问题 本身的这个什么 这个解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或者说它 它中间到底它 就是蕴含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在这个地方 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就是什么 这个W信号 这个W信号呢就是什么 我这个原莫便函数的最小 就是说假设它这个就是 这个接 这个 这个WXY 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小 这个W信号它的最小 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 假设有这样子一个最小的话 对吧 那我现在就是说 我来考虑一个什么 就是我考虑一个 就是用 就是说我们 往往我分析这种情况的情况 对吧 分析这种问题的 这个这个方式呢 就是说一般就是在整个一个 一般的函数这个形式上 再来分析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所以说一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我总是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R次问题 然后我在这个R次这个问题里头去分析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什么 有趣的一些 就是说一些数学的一些机制 对吧 或者一些原理 那么如果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就是说 因为这个它是它的信号 所以我现在可以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R次函数 这个R次函数是什么 就是这个J在这个J星号里头的一个R次函力展开 就是说我现在定一个J的这个W 这个W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J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函数 在这个J星号里头的这个R次展开 这个J星号 然后加上这个应该实际上是什么 德塔这个J 对吧 这个德塔 这个W 然后这个 我现在就是这个后头不写了 对吧 就为了这个 就是简单去见 然后这个应该是W减去是什么 W星号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是应该是列的 这个 再加上它的这个R次向 这个R次向是二分之一 然后这个W减去W星号 然后这个H呢 我就记为这个是什么 它的这个二次向 也是就是它的黑心矩阵 对吧 在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 这个W减去这个W星号 就说这个H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H就是等于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 接生矩阵 就是这个J 这个J的这个二节导数 对吧 就是德塔的这个平方 这个德塔星号 就是它的这个二节矩阵 就是黑心矩阵 然后在这个J星号里头 这个一点 然后我就做这个 二十台的展开 对吧 就这个函数 那么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W星号 是这个问题的最小 是这个问题的最小 所以说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一节导数 对吧 是不是它的T度 应该是等零 对吧 T度等零 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简化成什么 就是J的这个W星号 就是我把这个T度 这个应该是等零 就是直接是 加上后头这一项 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W减去这个W星号 减至H 这个W减去W星号 就是我定义这个怎么 这个J的这个 W就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说 就是什么 就是在J在J W星号里头的一个二次 它得展开 就这样子一个一个式子 现在我们看这样子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这个是因为它的一节导数等零 所以我们就 就把它不要了 对吧 那这个二次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二次问题的话 从 我们看看这个二次问题 如果这个二次问题 它的一节导数 我看这个 它的这个地方的最小化 对吧 就看这个问题的这个最小化 这个JW的最小化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是 不是 Alpha加上 这个是 我把这个东西 对 我看 我看 这个是 现在就是我用这个去带这个 就带这个问题 就说 我考虑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带这个问题 就说 就代替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去代替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 我考虑的是这个二分之 这个R 这个W 加上这个 就是接这个 这样子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现在 就是我要分析的时候 就是我把这个问题呢 把这个函数呢 我用这个东西去换它 换它这个考虑 那么这样子得出的是 一个二次函数 那么求这个问题的 这个最小的话 那么这个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算出来的 这个就是AlphaW 是吧 加上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是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一阶导数 实际上是 我看这个是 实际上我看是这个H 实际上什么 乘上这个W减去 这个W型号 就是上头的这个 导数 然后它等于0 它这个等于0 它这个等于0的话 实际上这个解 我看这个是 这个地方是实际上是H 加上这个AlphaI 这个W 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H的这个W型号 对吧 就这个解 那么这个解就是说 这个W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H 加上这个AlphaI 这个-1 对吧 它的逆乘上这个H W型号 就是这个时候就说 我把这个问题 进尺成一个二次问题 进尺成二次问题 这个解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解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头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解 这个解和我这个什么 跟我 跟我们之前这个 就是这个 这样子来做了 这个解之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关系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就来看看这个问题 现在就说 我如果是用一个二次 去进尺它的话 就说实际上 我加了这样一个正正化 现在实际上 我这个解是这样子 一个问题 这样子一个解的问题 那么这个H 我可以什么 因为这个H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是这个 因为我现在考虑的是 这个W型号 是它的这个最小 然后W是它的最小 那么这个H呢 是这个 在这个W型号的 这个黑神矩阵 对吧 那么既然你这个W型号 是它的最小 第一个是满足条件 是它的一阶 就是T度要顶零 对吧 然后第二个条件 应该是在这一点里头的 它的黑神矩阵要是什么 是要半正定的 对吧 就是是要半正定的 那么如果是半正定的话 这个H呢 实际上是什么 我是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特征值分解 对吧 特征值分解 或者做一个特征分解 这个H 这个Lambda H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H乘上这个 这个 这个Q乘上Q 这个是什么 是个单位矩阵 对吧 是个单位矩阵 是个单位矩阵 如果我做这个分解的话 我把这个分解 我换到这地方来 我换到这个地方来 换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变成这个什么 这个是Q乘上这个 这个Lambda 这个Lambda就是它的特征值的构成的矩阵 对吧 这个是Q的这个 加上这个Alpha I这个-1 这个地方就是带到这地方来 这是Q乘上这个Lambda Q的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个W性化 这是我的这个值 那么这里头呢 就说实际上就说什么 我可以把它再简化一下 简化一下 这个是可以 这个 这里头 这个Alpha是乘上I 这个I可以形成是什么 可以形成Q乘上什么 Q的卷字 对吧 乘上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子就说 这个Q可以拿出来 这个Q的这个什么 卷字也拿出来 因为求这个 求-1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就说这个刚好要倒配一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了 就说 这个拿出来 这个实际上是 这个最后得出来 这个是Q 这里头是这个Lambda 加上这个AlphaI -1 这里方是有一个Q的卷字 乘上Q 这个Lambda 然后Q的卷字 W型号 就这个东西 是吧 然后这个是单位矩阵 这个单位矩阵 我可以把它什么 可以扔掉 那整个这个东西的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Q 乘上这个Lambda 加上这个AlphaI -1 乘上这个Lambda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Q的这个卷字 W型号 是吧 就是这个W就等于这个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一个式子 是吧 写成这个式子 其实这个 就是说我做了这样子一个分解了以后 实际上这个什么 这个Q呢 是一个特征值 特征向量矩阵 特征向量矩阵 它是正交的 实际上是代表一个方向 对吧 代表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Lambda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代表这个 在某一个 对应的方向里头的 这个大小 这个 这个它的这个值 对吧 大小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话 我把这个Q呢 我可以乘一个Q的卷字 乘一个Q的卷字 这地方是什么 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就变成什么 就是说我乘上一个Q 两边重拾乘上一个Q的卷字的话 那我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它讲化成什么呢 可以变成这个 这个Q的这个W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Lambda 加上这个AlphaI 负一乘上这个Lambda 然后Q的这个W型号 对吧 我可以看的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是看的是一个方向 对吧 就是我整个把这个看的是一个 一个值 这个地方看成一个值 就看成这个值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Lambda 对吧 这个Lambda是什么呢 这个是特成值 对吧 是特成值 那这个特成值的话 整个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对应了每一个方向 对于每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 实际上这个特成值 我们可以看 这个如果是这个Lambda 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个对角矩阵 对吧 对角矩阵是Lambda1 一直到这个Lambda 我这个大小 我假设是P为 对吧 假设是P为LambdaP的话 就是说是这样子 一个对角矩阵 那么当然我这个Lambda 我一般是什么 我是从大到小排了 对吧 就是我做这样子一个 基本的这样子 一个假设 这样子排的话 那这时候你看 就是说整个这个东西 对吧 整个这个东西 写出来实际上是什么 整个东西写出来 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Lambda 加上这个Alpha 这个-1乘上这个Lambda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对角矩阵 对吧 它还是个对角矩阵 那么我就只把它 第i个举阵 第i个元素写出来 第i元素是呢 是不是这个Lambda I 然后这个Lambda I 加上什么 Alpha 就是它的这个 是个这样子一个对角矩阵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现在就说这个什么 这个是Q 就是说这个Q W 是吧 就是跟它的关系是什么 就是 是通过这样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关系 然后这个Q 本身是一个方向 对吧 方向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卷移 对吧 就像做了一个方向的卷移 所以说我可以把整个这东西 我就可以 就看着这个W信号 是吧 然后这个就看着一个W 就说假设这个方向我不管它 对吧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再看这个W信号 和W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实际上就通过 乘上了这样子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如果这个Alpha是等于0的话 你看没有 对吧 如果这个Alpha是等于0的话 那就说 这个两个解就是一致了 是吧 就是是一致了 对吧 现在我加了一个Alpha 我加了一个Alpha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对这个W 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 就是W的它的每一维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压缩是吧 就是说因为这个Lambda i 是吧 就是说这个Lambda i 加上这个Alpha 总是是不是小于等于1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Alpha 肯定是取一个大于0的值 对吧 就大于0值 就是实际上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这个 就是说我这个W信号 这个是我真实 是我是什么 是我这个 这个这个目标函数 就是说这个目标函数的这个值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W的这个东西呢 我可以看成是什么 是我加了一个正正化以后的这个值 对吧 加了正正化以后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这个值 那么就是加了正正化以后 和我这个什么 就是真实的这个这个 这个W信号的这个值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成了一个什么 每一维成了这样子一个一个 一个系数 对吧 一个系数 那么这个alpha一就说一旦我把alpha固定了 这个alpha固定了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lambda 对吧 当这个lambda越大的话 就说这个式实际上就说 就是这个式子我可以写成什么 实际上是可以写成这个 是一减去这个什么 是不是alpha加上这个lambda i加上这个alpha 对吧 就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就说加上一个alpha嘛 减去一个alpha嘛 就就等这个东西 那就当这个lambda 这个i越大 就说这个 这个越大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越小 对吧 对吧 这个越大越小 那么就是什么 整个这个还是什么 就趋近一一 对吧 当这个alpha 当这个lambda是什么 lambda越小的话 那么这个值是不是什么 这个值就 就 那越小 它就 等于0的话 它就是一 对吧 就是说越小的话 它就越大 对吧 越大的话就是一减去 它就越小 对吧 也就是说当这个lambda 就说 这个特征值越大的话 就是在那个方向里头 我做的这个什么 压缩是什么 相对是比较小的 对吧 就是说如果当这个lambda 比较小的话 就那么对应的那个方向呢 我对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w做的一个收缩是什么 是比较大的 对吧 就是说因为这个 这个当它等于0的时候 就是一嘛 这一减去它 对吧 那就实际上就是 是等于0了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方向 实际上就把那些 就是说在那些 就是特征值比较小的 这个这些那些什么 那些在那个 对应的那个方向里头呢 实际上我是把它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压缩 如果特征值比较大的 那个 就是说那个 那个方向里头呢 我们实际上 这个保留它的方向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 这个意味着 我们实际上是什么 是尽可能要往这个什么 特征值比较大的 那个方向里头去走 而不是什么 就是往那个特征值 小的方向呢 尽量要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我加了这样子 一个正则化 是吧 加了这个正则化 它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 就是说一个思路 就是说它到底 要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到底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我加跟不加 那么它的这个数学上 到底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在方向上 它就加了这样这个α 实际上就对 在每一个方向里 它都做了一个什么 都做了一个压缩 但是呢 这特征值比较小的 就是说那种方向呢 它这个压缩就比较大 特征值比较大的 那个方向呢 它做了这个压缩 相对就是什么 就比较小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一番数 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 就是说它的一个思路 对吧 它要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这就是这个 用一番数来做这个约束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方式 这个是一番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二番数 这个约束 就是说那么如果 二番数的这个约束的话 这个是JW 这个XY 这个Y 那么这个 这个是二番数 那么一番数 我们再看一番数的这个约束 那么这个一番数的约束 是个Alpha 那么这个一番数 这个是 这个I从一到P 对吧 就是说这个 这个WI 就加上这个 JW XY 就这个 这个一番数 就实际上就是 也可以写上 就是这Alpha 就是什么 这个W1的 这个一番数 加上这个JW XY 就是说我们看 再看看这个问题 对吧 看看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解 就是说这个 这个T度 如果是在这个问题的话 它的这个T度 这个Δ 这个J 这个W XY 这个 那这个Alpha 这个T度等什么 这个T度 我们应该 就是说 这个是等什么 实际上就是 这个W的是什么 符号 对吧 就是 就是它的符号 是吧 就是这个符号 就是说 就是说当这个W 是要大于1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符号 就对应的就是什么 就是1 对吧 当 大于0 当W大于0的时候 就是什么 它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1嘛 对吧 当W小于什么 小于0的时候 它是负1 就当W等于0的时候 就是什么 它的符号 你可以什么 你可以取 你可以 就是说在这个 负1 对吧 你可以取负1 可以 这个是你可以定 对吧 你可以取0 都可以 对吧 这个是人为定 都可以 这个 然后加上这个什么 这个DETA 这个J 这个W 这个XY 这个是W 这个符号 就是对于每一个维数 去做一个符号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们基本的 它的这个导数 在一番数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同样就是说 我们还是就是什么 就把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对吧 考虑它的一些数学性质的话 我还是 我把这个J呢 我把它弄成一个什么 弄成一个二次函数 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呢 就是说 在这个问题里头 就是说 我如果要考虑一个 二次函数的话 实际上这个解呢 就不像我们刚才那样的解 对吧 那个解呢 我们是可以找一个B解的 那么在这个R问题里头 这个B解实际上是 就是说 是找不出来的 就是说 那么我们看看 我们做一些讲话 就是说 我们看 做一些讲话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 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解 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来看 这个J 对吧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J 就定义成这个J 上层的一样 就是W 它就是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J 这个W信号 那么加上这个 就是说 它的这个 这个W 减去这个W信号 这个H 这个W 减去这个W信号 就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我们考虑的这个解呢 确实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解 就是W 这个E范数 加上这个 整个这个问题的 这个 这个W 减去这个W信号 这个H 这个W 减去这个 就我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 把那个问题 用一个二次去 去带 对吧 带完了就是变成 这样子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问题里头 它的解 就是说 就是说 你求一阶导数 对吧 求一阶导数 这个地方是 就是说 这个导数我们知道是什么 就是它的符号嘛 就是这个S 接 这个 这个W 这个没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是零了 对吧 但是这个 这个是可以什么 这个 这个是H 这个W减去什么 W信号 对吧 实际上我们要解 它等零 对吧 就是要解 它这个等零 等零的话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什么 W要算出来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是 就是没办法算的 对吧 就没办法算 因为这个H 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符号的问题 对吧 这个解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特例 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情况 我们假设这个H是个什么 就是说是一个对角矩阵 我们假设这个H是个对角矩阵 那就说 我们假设这个H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 就是说那么 它是这个 这个H11 说吧 然后H的这个PP 就是这样是一个对角矩阵 如果是个对角矩阵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说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是 对 对角矩阵的话 我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问题 我看怎么写 我看 这个 二分之H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把它写进去 就是我直接先写这个吧 就带到这地方来 如果是对角矩阵的话 那么上图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个 就是说是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阿尔法 是吧 这个是I从1到这个P 这个是WI 加上这个东西 那对角矩阵是好处 就是什么 就是后头这个 这一项 这个是有二分之一 就是这有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有二分之一 我把它写出来 这个整个这个式子实际上是 就是可以写 就是这个是I 然后这个H二分之一 这个HII乘上这个WI减去什么 减去这个WI的星号 它的平方 就是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这里可以 它是个对角嘛 对吧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式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因为是对角的话 我们要解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解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它的 让它求倒顶零 实际上我只需要考虑什么 分开考虑 就分开考虑就可以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这个东西 这个什么 这个I我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说 整个可以看着这个 这个一项 这个是HII 然后这个WI减去什么 WI的星号 它的平方 加上什么 加上这个WI 就是这个 加上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α 加上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就是考虑这里头 分别可以考虑它 就是每用 但你考虑它 单独去考虑它的话 就说就说 在每一围去考虑它 因为这个刚好分开了 对吧 每一围考虑它的话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就有B解了 对吧 这个问题就是有B解了 就说这个是二次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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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次 这个这个问题是 它这个这个B解的形式 是知道的 那么这个我们直接写下 写出来 对吧 写出来 这个B解是什么呢 就对于这 每一围这个WI 就是就是说 求这个容量最小嘛 求T度比0嘛 对吧 就这个 这个B解就直接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X 这个符号 这个WI的这个 新号 这个我直接可以写出来 对吧 这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 这个是 这个是W的 I的新号 然后减去这个什么 这个HII 然后这个Alpha 这个0 就是这个是 就是说我这个问题的解 这个问题的解 这个I是从 就是说这个I 对吧 对于任意的I 就是可以有这样子一个解 那我们再来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对吧 现在它的解是这样子 这个 那么现在就说 我们如果考虑 考虑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现在考虑 假设这个什么 这个WI 新号 它是大于0的 就是我们考虑这样子 一个情况 它大于0 如果是 如果是大于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 就这里头 对吧 它大于0的话 这个我现在 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 这个地方就变成 这个W 就上头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这个 就是这个WI的新号 减去这个α 这个HII 是吧 然后这个0 是在这里 这两个什么 球最大 是吧 这个球最大 然后这个是 因为是大于0 它所以是1 是吧 所以说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我们要考虑 这个结 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这个W 这个WI的新号 它是什么 它是小于 这个α的 这个HII 如果它是小于 它的话 那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它减去 它是什么 小于0 对吧 那就是这个 是小于0 是吧 如果它是小于0 的话实际上是什么 那这个意味着 我这个WI 是不是要等于0 是吧 这个就是意味 它要等于0 对吧 在这个 就放向这个里头 那么如果它大于0的话 就是说这个时候 就说 如果这个WI 是要大于等于 这个α 这个HII的话 那么这个WI 实际上就等于 就是什么 就等于这个 对吧 这个WI 减去这个α HII 就是这个 这个是在大于0的情况下 那么在小于0的情况下 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就当这个WI 新号 小于0 小于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上头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什么 就这个地方就变成 这个WI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负的 是吧 这个负的 然后这地方是 求最大 是吧 求最大 那么这地方 变成负的这个WI 新号 减去这个α的 这个HII 这个0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么同样就说 这个时候我要考虑它 对吧 如果当它是 整个这个小于0的话 这个WI呢 就等于0 对吧 否则它大于0 它就可以计算这个值 对吧 计算这个值 那我可以看看 就是说 如果它大于0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WI 新号 加上这个α 这个HII 就是小于0 是吧 就是小于0 它大于0的话 对 它整个 如果整个 这个大于0 就是整个 如果它整个 这个小于0 那么它大于0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这个WI呢 就等于0 对吧 否则的话 这个WI就等于这个值 我们现在具体 不如管这么多 对吧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式子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就说 这个解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解 就是可以把这些什么 就是说当它 是吧 可以把这个WI呢 是什么 自换成0了 是吧 自换成0了 就是说当这个 就是说这个最有解 是小于 在这个值的话 这个WI就等于0了 对吧 就是吧 在这个地方 当它大于0的时候 这个WI是等于0了 就等于0了 就是说 是吧 那么 那么否则的话 它就等于这样子 一个东西 对吧 就对原来这东西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平移 对吧 做了一个平移 就是说这个解 跟我刚才的那个解呢 实际上是什么 是不一样的 对吧 刚才我们的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可以算出来 那个什么 如果把方向不考虑的话 实际上那边算出来 这个WI就等于什么 实际上就等于这个 LAMDAI 什么 LAMDAI加上什么 Alpha WI的新号号 是吧 就是那个解 就是我把方向不考虑 把Q 就是我不考虑的话 就是那个解 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是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解呢 就是说是 实际上是 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那么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 是不等于0了 不等于0的话 那么实际上 一般这个WI 也不会等于0了 也不会等于0了 对吧 也就是说当时 就是原始的解 不是稀疏的话 是什么 这个新正则化以后的 这个解呢 也不会稀疏 也不会稀疏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问题呢 就说 你即使你这个WI 不等0的话呢 我这个WI 就说这个WI呢 还是可以什么 变成0的 变成0的 对吧 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个一番数 就可以什么 是可以让这个什么 让这个 加了一个一番数以后呢 就可以让原来那个解呢 变得稀疏 稀疏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原来不是0了 变成0了 就是说这个元素 对吧 所以说它这个两者的 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一番数和二番数 这个 就是说它的正则化的目的不一样 对吧 目的化不一样 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解呢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 就是说有点压缩的 这个味道 对吧 做了一个压缩的味道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做了一个结段 对吧 就是在那 在某一个方向里头 它就把它变成是0了 就是说这个 它有一个 就是说一个稀疏的一个作用 但是它实际上是没有稀疏的作用的 就当这个Wi不等0的话 这个Wi呢 它肯定也不会等0了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对吧 这除非这个Lambda i是0嘛 对吧 否则这个 就是说在那个方向里头它不会 就是说对吧 这个是这两者之间就是两个 就是说这个什么 正正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区别 对吧 这是两个思路 就简单的思路 就是说到底我为什么要 做一个一番数 为什么做一个二番数 对吧 就是说这个它的基本数学上 它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就是这样子一个原理 那这个是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 两个东西 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了 就是 就是总的说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干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总的说是干这样一件事情 但是就说 这个是就说我加了一个正则化 对吧 那么正则化 那么实际上像这种问题 我们知道就说 如果我是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是 等价于形成什么 我们是可以等价写成这个 这个J 这个θ 然后这个XY 我可以等价写成这样 然后满足就是什么 满足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满足这个amiga θ 小于等于某一个常数 M 我可以就说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 我可以等价写成这样一个问题 等价写成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就说什么 就是我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什么 拉格朗日 对吧 拉格朗日就是J嘛 θ嘛 然后X嘛 Y嘛 是吧 加上一个什么 拉格朗日是系数嘛 然后这个lambda 就比如这个lambda嘛 然后是什么 amigaθ什么 减去m嘛 就是我解这个问题嘛 就是我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 我可以通过一个拉格朗日 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嘛 对吧 那也就是实际上就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解 就是说我上头这个问题 跟下头这个问题是什么 是等价的 是等价的 对吧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看成什么 就是说我解这样一个约数 对吧 一个目标是什么 是有约数的 在这个约数体 就是在这个约数空间里头 解这个优化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是可以看成是没有约数了 对吧 就把它两个合在一起 整个看成是一个目标函数 对吧 那现在实际上就说 就是说如果我做优化了 从做优化的角度上说呢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我可以直接这样子来做 这样做可能比这个可以更好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就说 你要做的话 需要是调这个α 这个α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超参数 这个超参数的这个调呢 实际上是什么 是比较费时的 就是说也是费精力的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我直接解这个问题呢 我就比较好做 是怎么做呢 就是说我先是什么 直接解这个 就是说我不一定把它 要把它变成一个拉格朗儿去解 对吧 就不一定要把它 就怎么做 我先直接对这个问题来做优化 就是比如我现在是什么 就是我要做一个W 第一步 对吧 我做一个W 然后这个W减就是什么 就比如一个ε 对吧 然后Δ这个什么 这个j 这个θ 就是现在对吧 叫做xy 对吧 我第一步就是 这个是这个θ 这是θ 对吧 我第一步就直接 就这样子做一个一步 对吧 做一个梯度 就在原始做个梯度 对吧 做个梯度 然后做完这个梯度以后呢 第二步是什么 我做一个投影 我做一个投影 你知道吧 我把这个投影到什么 投影到这个 满足这个区域 就是说这个 假设这个 整个这个东西是看成什么 看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Amiga的 一个什么 一个 就是说一个 约束的一个 一个集合 对吧 就是说我先做了这样 完了以后 我把这个 做出得出的这样一个解 对吧 我把它投影到什么 投影到这个什么 这个区域里头来 区域里头来 对吧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区域里头 找到一个什么 最近呢 这个θ就可以了 对吧 就是我这样来回 这样做就可以了 对吧 我就没必要 就是像这样 就是什么 就是每次要 不停地去选这个θ 因为这个θ的选取 也是要什么 也是要费功夫的 对吧 就是说那这样子 我直接做 我就不需要去选这个θ 对吧 就是说第一步 我就直接在来 做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投影 就用投影方法来 去做 对吧 就是就直接对它来 做一个梯度嘛 对吧 梯度完了以后呢 就是有一个值嘛 把这个值 投影到这个什么 投影到这个区域嘛 投影这个区域嘛 就是说 那么比如 就是假设这个是什么 假设这个 就是说我做的 这个约束是什么 就是比如我这个 我这个什么 假设我这个θ对吧 我假设这个是个 二番数小于什么 小于1的嘛 小于等于1的嘛 是吧 就是说 那么现在我 我现在不是 迭代这样子一个东西 出来了嘛 对吧 迭代出来之后 那我就把这个θ是什么 我做了一个什么 我做一个规划就完了嘛 是吧 就没有 我把这个规划的 这个θ当做什么 当做是一个 因为规划完了 它的范数就要等于1的嘛 是吧 就没有 就是说 然后我再什么 用新的再去什么 再去做嘛 做完了之后 再做一个规划嘛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是 就是每次投影了 这个地方对吧 就是说就可以了 就没必要 就去选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 就看我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计算代价问题 对吧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是一个数学上 就是说我们经常用的 就是基本上 东西对吧 就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 是比较常见的数据 那么后后就说 我们看看它这里头 就是说它有些那种 就是说一些非数学的 就是说那种 那种一些政治化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首先就说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的 这个 数据级的增强 那么这个都实际上 就是这个生路学习的图的 一些基本的 一些就是一些 使用的时候 一些技巧 就是说 就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数据级的增强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我们用生路学习 就是说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要求是什么 就是数据 数据要很大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 要非常多 对吧 就是说 但是如果就是说 我现在 就是说我已有的 这个数据的 不够多的话 怎么办 对吧 就是说我往往就 遇到这个数据 不是那么多的话 那怎么办 那么这的时候 一个简单的思想 我叫造数据 所谓的这个数据级增强 就是什么 就是造数据 就是说我人工的去什么 去做一些 造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 就基于一些 就基本的一些数据的 一些特征 那么假设 对吧 就比如我现在 这个数据是什么 就是基于某一种变换 它是不变的 对吧 就是这个数据 就是说我变 做了一个什么 平移 这一幅图 对吧 我做了一个平移 那么这个还是一幅图 对吧 那还是一幅图 就是说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平移 又可以造很多这个图出来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这样子 我就把这个造的这个图呢 就当做什么 当做是我一个 还是当做是我一个数据 对吧 放到这个数据级里头 然后再去训练 这是 对吧 就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还比如说 假设我这个什么 就是说 这个有些 有些这个什么 平移 对吧 做一个旋卷 这个旋卷完了之后呢 它还是那样一个数 对吧 还是那样一幅图 这个图不变了 那我就通过这个旋卷 通过这种平移 就等于通过某一种什么 这样一种数学变化 那么如果这个 这种数学变化呢 就是对这个数据呢 它不造成这个数据 影响这个数据的 我用那样子 去造成一个新的数据 把它放在这里头 但是呢 但是有些变化 是不能做的 对吧 那比如这个 就是说 如果这个B和这个D 对吧 你不能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180这个卷 对吧 旋卷的话 这两个是变成一样的嘛 那这个就不对了 对吧 就这个 然后包括这个6和9嘛 对吧 你做一个90 就是把这个6 做一个90度的变化 就变成久了 那就是这种变化 就不能做了 因为这个 就把这两个 就对吧 就造成了 就是产生一些问题了 对吧 就这个 就这样子一些造数据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 当然这个是在 都是因为基于 这个分类问题 就是说我做这个 做这个什么 就是说我这个 生理学型 我们在做分类问题 对吧 但是如果 就是说我 如果是来做什么 是做这个密度古迹的话 这个是不能 随便造数据的 就就明白 就现在比如 我有一堆数据嘛 对吧 我对这些 这些数据 要做它那个什么 做它的一个密度古迹啊 就是说古迹 就是说 这个这一堆数据 来自于什么一个方向 来自什么一个分布嘛 你现在造一些数据 放进去 那就实际上就什么 就就有可能 就把它这个分布 就给什么 就就破坏掉了 对吧 就说这个是不行 但是因为我做分类 没关系 就刚才说 比如这个对吧 这个B 就是说我写的什么 粗一点是什么 对吧 这种还是B嘛 对吧 就是说它的分类的 这个东西是不会错的 但是你要 你要说它来自于 某一个分布的话 那怎么去造数据 那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数据来自什么分布 对吧 你知道它来自什么分布 然后从这个分布的 去采 去采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现在我说 我要古这个分布 那我咱们知道 我肯定是不知道 它的这个分布嘛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能造的 对吧 但是你说 像这种 这个是这种什么 这种造数据的话 同样还是可以 如果我 我把这个 已有的这个数据 对吧 我把已有这个数据 我把它的这个统计量 我把它的统计量 给鼓出来 这个一级统计量 二级统计量 鼓出来 对吧 然后反过来说 有这些统计量 然后再去造一些 新的数据出来 这也是可以了 对吧 那么造这个数据集 就是说这个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 是什么 就直接加点噪音进去 就是说现在这个B 对吧 这个B 我在这个B里头 实当加一点噪音 然后得出 还是个B 对吧 那么这个D里头 对吧 也是可以加点噪音进去 然后呢 它变成还是一个D 对吧 那么把这种 加噪音的这种数据 对吧 也放在这个数据集里头来 而且往往就说 我加了点噪音以后 然后呢 就说我得出了 这个新的数据 然后用这种 新的数据去训练 这个什么 这个模型的话 那么这个模型 往往是 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是比较 比较鲁棒的 因为实际上网络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实际上实际上网络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对这个什么 对噪音是不敏感的 就是如果 就是说我现在用了一些 非常好的数据 对吧 放到这个神经网络去训练 对吧 但是我在测试数据的时候 我把这个什么 我加了点噪音进去 然后可能这个就 它就什么 它就识别不出来了 对吧 它就识别不出来 它就 它觉得这个 就好像就不是B了 对吧 也不是B了 那么所以说 这时候为了照这个 让这个什么 这个模型具有鲁棒性呢 就是说我实际上 加点噪音 就是数据里头 加点噪音 然后放到这里头去训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对这个 就是说你新来了一个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是加了噪音的 然后你放进去 它可能就能够识别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训练集里头 就有那样一个数据 对吧 有那样一个数据存在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这个 就是它的第一个技巧 就说我做这个什么 做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 就要对数据集 做一个增强 那么这个噪数据 那么这个呢 它也把它看成是一个 正则化技术 所以这个思路比较有趣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是这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个就说 这个是这个是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去增强 对去造数据 对吧 另外就说什么 就说对于这个 就说我这个全值 这个什么 这个W 对吧 加噪音 对对这个人要加噪音 对对我这个 就是每一层的这个什么 这个全值加噪音 实际上这个全值 加噪音 就是我这个什么 就刚才这个正则化 这个是是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我刚才 比如我对这个W 对吧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做了一个这个 就是R2这个正则化 做了这个R正则化 实际上就等价于是什么 就对这个W 加了一个高斯噪音 对吧 就是比如我实际上就加了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W 就是满足这个什么 这个0 这个α 这个I 实际上是等价于这样子 一个思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R2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这个高斯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R2范数 实际上就等价于什么 就等价于 就是给这个W 赋予了一个高斯的先验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吧 那么先验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就相当于我在我这个全值里头 什么 原来这个全值里头 我加了一个高斯噪音进去 加了一个高斯噪音 对这个W 那么这个 这个是 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技巧 这是就是说一个数据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输入的这个集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对这个 这个全值本身加噪音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 就是我对这个输出也就是加噪音 这个输出我也是加噪音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数据集增强的话 主要是通过对什么 对这个输入对吧 做一些处理对吧 输出呢 实际上是没怎么就管它的 对吧 这个是对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 每一层的这个W 就是说全值去 去加噪音 那么另外是对这个什么 对输出也加噪音 这个输出的加噪音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分类的话 就是什么 一般都是 就是一和零 对吧 就是要么是一类 要么是零类 对吧 就是这个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加噪音的目的 就是说它的主要做法是什么 就是说我没必要 非要是一和零 对吧 我可以什么 就是说把这个一变成什么 就是一减去一不是呢 然后这个零变成什么 一不是呢 就是说是吧 就是这样子比较柔一点 就是说是吧 就是说这个是零和一 就是说是吧 就比较硬 对吧 就是把这个一的这个东西 往什么 往里头靠一点 把这个这个零呢 就往是吧 就这两个 就让这个 这两者之间 没人没人是吧 就没那么这么这么 那么是吧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同样就是 如果是多类问题 对吧 如果是多类问题的话 那么一般情况 我们就是要么是 就是把它复于什么 是一零零零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同样在多类问题的话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什么 如果是 就是属于哪一类的话 就是一减去一不是呢 对吧 然后剩下的 就是假设我是分成 k个类对吧 k类的话 那么剩下 我就把它更变成什么 就是k减去一的 一不是呢 就是这个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什么 对吧 也就是说把这个 输出的这个值呢 把它变得柔一点 就加上一个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看成是什么 加一个噪音 对吧 加个噪音 那么这样子主要是 就是说我这样做的话 我根气求这个伤的时候 往往就是什么 就避免了 就是零的问题 对吧 落个零的问题 就是说会有这样一个技巧 行我们先修修